这一期视频咱接着学习盖斯定律的应用 通过盖斯定律和阶能变化来计算反应热与阶能 先看一个计算阶能的例子 已知氢气和叶秀生成绣化氢的热化学方程式是这样 反应热是负的72千焦每摩尔 蒸发一摩尔叶秀需要吸收的能量是30千焦 这句话转化成热化学方程式 就是叶秀变成绣蒸气 反应热是正的30千焦每摩尔 另外题目还给了一摩尔这些分子的化学键 断裂需要吸收的能量 也就是这些物质的键能 其中氢气的键能是436千焦每摩尔 绣化氢的键能是369千焦每摩尔 那叶秀生气的键能是多少呢 由题目已知的这两个热化学方程式 可以写出氢气和叶秀生气生成绣化氢的热化学方程式 根据盖斯定律 上面两个方程式相减 消去一样的物质 整理后刚好得到下面这个方程式 所以这个反应的反应热 就是第一个反应热减去第二个反应热 把数据和符号一起带入 分出来就是负的102千焦每摩尔 知道了这个反应的反应热 那该咋求键蒸气的键能呢 因为这个反应的反应热也可以用键能表示 等于反应物的总键能减去生成物的总键能 其中反应物是一摩尔氢气和一摩尔键蒸气 那么反应物的总键能就是436加A 而生成物是两摩尔氢化氢 也就是生成物的总键能是369×2 再把反应热的数值和符号带进去 然后就能解出来A的值是200搞定 这道题就是运用盖斯定律和键能变化来计算键能 接下来咱再看一道理题 运用盖斯定律和键能变化来计算反应热 以至碳和水蒸气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氢气的热化学方程式 反应热是A千角每摩尔 还有碳和氧气反应生成一氧化碳的热化学方程式是这样 氢氢气、氧氧气和氢氧气的健能分别是436、496和462千角每摩尔 求A的值 和氢氢气、氧氧气、氢氧气有关的三个物质分别是氢气、氧气和水 也就是氢气的健能是436、氧气的健能是496 那水的健能是462吗? 可别忘了一个水分子中有两个氢氧气 所以水的健能是462乘以2 也就是924千角每摩尔 和刚才的解题思路相似 先根据盖斯定律 由上面两个热化学方程式 写出有关氢气、氧气和水的热化学方程式 仔细观察 第一个方程式乘以2 减去第二个方程式 消去一样的物质 整理后刚好得到的是这个反应 那么反应热也得这么算 上面的反应热乘2 减去下面的反应热 等于2A加220千角每摩尔 这个反应热也可以用健能来表示 等于反应物的总健能减去生成物的总健能 因为反应物是两摩尔水 所以反应物的总健能是22乘924 而生成物是两摩尔氢气和一摩尔氧气 所以生成物的总健能是436乘2加496 代入反应热的数据 计算可以得出A等于正的130O了 这样咱就运用盖斯定律和健能变化 计算出反应热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再整理一下思路 这两道题都是运用了盖斯定律和健能变化 由题目已知的热化学方程式 写出新的热化学方程式 求出反应热 而这个反应热又等于反应物的总健能减去生成物的总健能 因此就能得到一个方程 再解除其中未知的反应热或健能就搞定了 好了 学了新方法 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呢 那赶紧刷题去吧